来人可是中都载大人孔秋 在下正是 请随我来 孔大夫 你可上堂再拜 中都载孔秋大人到 吴君驾到 孔秋 你来了 微臣孔秋 拜见君上 好啊 孔秋 寡人听说 你任中都载不过一年光景 是中都的面貌大变 路不时宜 夜不必户 君上 微臣说过 如果用周礼治国 一年可有小成 三年必有大成 寡人希望 让你能将自己的主张 推向整个鲁国 臣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这个不难嘛 寡人给你必要的名位就是 既是 既是亦如平子大人刚死去 现在 嫡子季孙思 已继任国相 大司徒 但大司寇的位置还空着 三环都想推举自己的人担当 寡人倒想把这重任给你担当 求德伯采遣 溃满圣人 寡人支持你 让你和你的弟子 重整鲁国 推行礼制 改变现在你所说的 君不君 臣不臣的现状 你 敢吗